泥浆瞬间喷涌而出 冲到马路上 民众惊慌逃跑 可怕的泥海啸席卷 意大利一座阿尔卑斯小镇大雨过后 翻腾泥浆冲破河岸 冲到道路上 河堤被冲毁 泥浆飞溅到建筑外墙 碎石堆满了河岸边 还有车子完全扭曲变形 相当害人 炽热岩浆不断喷出 像火花一样 在夜空中一点一点掉下来 欧洲最活跃火山 为在意大利的埃特纳火山爆发 喷出大量熔岩和烟柱 50公里外的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 被迫关闭 打批游客 塞爆大厅 乌云盖天 白色西长状旋风和雪花 从海面升起 日本金刚县15号上午 疑似出现龙卷风 两个小时后 有民众从公寓高楼 拍下龙卷风 已经来到城市 吹倒一辆车 驾驶受伤送医治疗 蓝台风15号下午一点 从日本神户二度登陆 京都河水暴涨 变得泛滥湍急 北部山区发生山崩 倒下的树木砸毁房屋 满地都是泥泥 蓝台风破坏不少设施 工地支架被吹散坍塌 大树倒下压倒电线杆 横躺马路上 大摆一块四公尺长的看板 从高空被吹落 和隔山一面建筑外墙倒下 砸到两名男女 关系机场超过800架航班被取消 往返机场铁路和道路 也暂停通行 导致约650名旅客 被迫滞留机场 机场方面发放睡袋和饮用水 让游客可以在大梯休息 记者送付导 游客室 游客室